有些很脏,有些脏到很噁心 很多人都乱丢垃圾 你看那边也是 那边没有收拾,变成这样子 但是我们很好 这个不要丢,我们待会再用 有些地方可能会比较肮脏 那些纸袋或者纸 食物,水,垃圾,香烟 会啊,找不到垃圾桶 好像我们耗完了想要丢 我们不知道拿到什么地方去 拿着咯,看到什么地方有垃圾桶才丢 没办法 因为在我们的群组 工具也不足够 垃圾桶仍然同样 我觉得那些居民比较方便的 就是他们出门的时候 会想要带去楼下丢 这导致我们楼下的垃圾桶 会很快的满起来 你没有看到就没有被罚款 你看到了就被罚款 你可以抓几个 我觉得是个人的意思吧 我们没有什么荒包意思 老实说 所以我觉得要从小培养开始 罚款可以作为一个方法 当然政府也可以引导民众 通过各种宣传来引导 不要乱丢垃圾这样 但是罚款可以是一个手段 对我来讲一下 对我来讲的 这是很多人的主题 一直在现在